好,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個科學記號跟它的技術關係 那這個東西說真的沒有說真的很難 但是這個有一些核心喔,因為你們比較少見到 所以會覺得看的第一次會比較困惑 但我覺得練一練就很熟了 也不用擔心 那我們一起來看 首先,幫你們做個小複習 什麼叫科學記號 這科學記號就是我們把一個天文數字 很大的數字,或是奈米數字 把它標記成A乘上10的N字房 那這個A用來標示我們數字的長相 A有什麼特色? A會介於1到10的中間 那對於我們的A來說 它可以是1,但不能是10 把它介於1到10的中間 那這個1到10的中間我們先預告好了 因為我們之前有上過一點點的 我們要用10的次方來看 那我們知道這個 對於數字來說 這個 10的0次方是1 那10的1次方 是10 那我們的A 那我們的A 是不是介於1到10的之間 所以如果你把A 想辦法用以10為底的指數來寫的話 它會寫成多少呢? 它會寫成10的0點多次方 可以嗎? 也就是說 10的0點多次方等於A 那A基本上來說就是1到9點多的數字 那A基本上來說就是1到9點多的數字 這多不知道寫怎麼樣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科學記號的A 是介於1到10之間的數字 1到9點多 那它換成以10為底 可以寫成10的0點多次方 這第一個 那如果一些很大的數字換成科學記號 我們會比較好估算 會比較好計算它的結果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一些基本的轉換 首先第一個 如果是像這裡 幫你們複習一下 3的3.21乘10的8次方是幾位數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這個小數點 就可以往後移幾位 8位 再加上前面的第1位 就變成有幾位數 就變成了9位數 可以嗎 往後移8位加前面的1位 就變9位數 那第二個叫3.24乘以10的-5次方 它是小數點後第幾位開始不為0呢 那這東西也還蠻好看 首先 你這個小數點就可以往前移5位 這時候缺像補0 第5位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3 所以小數點後第5位會開始不為0的數字 可以嗎 缺像補0 那重點就是看這個小數點是怎麼移動 就可以來觀察這個數字了 好 OK 好 那寫到這裡以後我們繼續往下看 有效位數我之前有講過 那你們稍微簡單看一下就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之前一些基本的例題 這個10的8.91 你來去看整數部分是幾位數 那它怎麼看呢 其實也蠻簡單的 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方法就是換成科學記號的方式 我們之前大部分都是換成科學記號 那今天會給你們兩個方法去處理這裡的問題 來第一個 10的8.91 我們要換成一個1到9點多的長項 再乘以10的整數次方 首先 我們先把這個數字做一個拆解 拆乘 8 加上0.91 那這個數字是可以拆乘這兩項 那對於這兩項來說 又可以把它乘開來 叫做 10的0.91 再乘上10的8次方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之前有說過 10的0次方 10的0次方是1 10的1次方是10 所以這個0.91它有什麼特點 它就是一個1到9點多 的數字 我們現在還不用去討論是多少 可以嗎 只知道它最頭頭會佔的1位 那這時候 乘以10的8次方的時候 小數點 小數點 往後移8位 再加前面是幾位數 9位數 小數點 小數點移動的位數 我一樣用藍色比方法去做標準 可以嗎 好 後移8位再加前面的1位 就是9位數 所以8.91它的整數部分 就是一個9位數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為了表示一個數字的長相 1到9點多 我們要把數字換成10的 正小數次方 只有正小數 才會介於10的0次到10的1次方中間 所以我們在換的時候記得 都是整數 再加正小數 都是這個整數 再加正小數 像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 那第四題 10的-6012 小數點後 第幾位是不為0的數字 欸 我在講這個之前 我先講另一種方法 這是我們第一個方式 叫科學記號 換成科學記號的科學記號法 那第二種方式叫夾幾 10的8.91次方 我們知道 它會介於 10的8次方 到10的9次方之間 那10的8次方 就是1乘上10的8次 小數點後 以8個 它是一個9位數 那 10的9次方 是1乘以10的9次方 小數點後 以9位 它是一個10位數 整個是個10位數 那前面是整個是個9位數 那我們知道 那我們知道 1乘以10的9次方 應該是所有10位數 裡面最小的那一個了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它比10位數小 它比9位數大 所以8.91的這一項 就是一個9位數 它是用以前的比較的方式去看 這兩個方法都還蠻好的 但我個人也蠻推崇 第一個方法 因為第一個方法 這種科學技巧的方式 基本上來說 你可以慢慢的去做整理 然後呢 你會發現 在高二的時候 它也會有相當大的用途 所以 這跟你們推薦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來看 如果是負的數字 怎麼看呢 首先我們先看這個 最基本的科學技巧法 科學技巧法的話 我會希望 把這個數字 拆成一個 怎麼樣 1到9點多的數字 再乘以10的整數四方 從這裡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1到9點多 再乘以10的整數四方 那既然如此的話 我們在這個數字裡面 我們要怎麼拆解呢 首先 先一樣畫葫蘆 10-6-6-0.12 那為了創造出正小數 我大膽做了一件事情 -6-1加1-0.12 我把這整個數字 -1再加1 可以嗎 中間 多了一個-1跟-1 那這功能很有趣 它這個數字 就可以寫成 10的 0.88 再乘上10的-7次方 你利用1 跟0.02去相減 你會發現 你會翻這個項 最後是一個正小數 有沒有看到 正小數 再加上10的整數次方 它可以寫成一個科學記號 所以這個數字就是 1到9點多 5乘以10的-7次方 那小數點往前移7位 我們就知道 第7位開始才不為0 我是這個樣子 好 那另外一種方法 我們來看 用假擠 我們知道 10的-6.12 它比10的-7大 比10的-6小 可以嗎 可以嗎 那這時候這個數字 來 10的-6是幾 0.123456 10的-6次方在這裡 那如果10的-7次方呢 這0.1234567 它們之間差了一位 那這時候我們的 10的-6.12 所以就夾在這裡面的中間了 比-6小 所以這個1再往下退變0幾 但是又比這個10的-7大 所以啊 我們會發現 這時候 在第7位開始不會0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你們稍微看一下 好 這兩種形式 你們自己看一下 一個是科學記號的類型 一種是夾擠的類型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邊的問題 我們之前有稍微討論過 我們就先跳過了 來 再強調一次常用的對數 我們這個對數 它的這個英文名稱叫LOG 這對數的運算法叫LOG 那你這個LOG 是什麼意思呢 基本上來說 研究LOG 就是用來研究我們的次方 來 這是一個定義 先講 我們怎麼定義呢 如果A的X次方等於B 那這時候 我們會發現 這時候可以稱LOG A B 就等於X 那他的轉換呢 可以用一個余勾型的記憶法來 先畫在下面 後畫在上面 A的X方等於B 那這時候LOG A B 就等於X 你看 A B 怎麼看到 那相對的一樣 你看 LOG A B 等於X 右邊這個LOG A B等於X 那這時候 A的X四方 就會是B 可以嗎 右邊這個LOG A B等於X 那這時候 A的X四方就是B 所以 他們LOG之間 就有一個相互的轉換關係 像我現在寫的這個樣子 可以嗎 好 那其中呢 A叫底數 我們之前有說過 A是底數 那B呢 叫做幀數 真正的答案 那這X呢 就是我們的對數 就是我們的次方 那這個 例如說 再說一次 像這裡 2的3次方 等於8 對不對 那這時候 我們來勾一下 LOG 28 就會等於3 LOG 8等於3 那相對的一樣 再看一次 LOG 28 等於3 那這時候 2的3次 就會等於8 這樣OK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 互相轉換的關係 我把這個符號留下來 這第一個重點 你利用這魚鉤型的記憶法 去觀察這個 數字跟LOG的關係 那我們切到這裡以後呢 要注意 我們雖然這樣講 但是課綱在高一的時候 在課綱在高一的時候 只介紹以十為底的對數 也就是說下面的這個A 我們都用10來看 所以來看第二個 以之 10的3次方等於1000 10的3次方等於1000 那一樣 我們把它勾回來 所以我們會怎麼寫 這時候怎麼寫 先寫到在下面 LOG10 1000 就會等於我們的3 這代表的是 10的10 變成1000的那個次方 是3的意思 那我們知道 那我們知道 如果10的x方式b 那一樣可以勾 LOG 10b等於x 所以x等於LOG10b 那為什麼叫常用對數呢 就是因為這個10 很常用 所以最後如果是以10為底 我們就可以省略一下LOGb 那這個LOGb 就等於LOG10b的意思 所以來 所以來 LOG100是幾 就有看 10的幾次方是100 所以就是2 用來看 10的10變成2的那個次方 再來看一下 如果LOG 10分之1 10的幾次方是10分之1 10的10變成1的那個次方 就是負1 所以這裡可以寫負1 可以 所以大概就這個樣子 沒有說真的很難 就稍微的再看一下 那一樣的可以把它勾回來看一下 行嗎 好 那看完以後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本章節 我覺得比較需要背的一個重要的性質 就是 由上面的定理 我們會發現 10LOG10b 等於b 我說啊 這個就叫求仁得仁 為什麼 我舉個例子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101000 等於3 因為10的3次方是1000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 我們如果去取以10為底 以LOG 11千為次方 那這個時候代表 我們要去取的次方 會使得10取次方以後變成1000 那這時候 10取次方會變1000 那我們就知道 這個次方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3 好 因為我們前面有寫的 你看 這個LOG11千 是不是可以換成3 這綠色有點太可怕了 是不是換成3 那10的3次方的同學 我們求仁得仁 就得到了多少 1000 可是你要注意 這個LOG旁邊 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所以相對我們也可以來證明 來 我來證一次 那所有的證明 都是換成以10為底的指數 去討論就好了 所以來 我決定 LOG b 等於k 這是以10為底 所以 10的k次方是b 最後 就會回到我們的b 這叫求仁得仁嗎 你要取 會變成b的次方 那你算完 就變成b 就是這個樣子 只要求仁得仁 好 那寫完以後呢 我們接下來繼續 來 就做個幾題就好 來 第一個 很常見的 LOG10等於幾 1 再來LOG1 10的0次方是1 所以LOG1等於0 那接下來重頭戲 LOG10的k次是幾 就是我們的k 勾回來就是我們的k 10變成10的k次方 那個次方 那個次方就是k 對不對 好 那再來這個 10的幾次方是1% 10的-2次方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寫 原式 可以等於LOG 10的-2次方 以10為底 那算出來結果是-2 那第六個像這麼複雜怎麼辦 沒關係 換成以10為底 所以他可以換成LOG 10的2分之1次 3分之1次 所以換完就變成LOG 10的6分之1次 以10為底 那取完一勾就是6分之1 所以我這一些你們稍微看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前面都有教過一些 所以我們這裡呢 就稍微稍微講一下 一些沒講過 或是一些講到再加強的題目 那在這裡的本質 我們前面這幾期就有教過了 在這裡的本質 如果你不太會看 就換成指數去討論 以幾為底 沒有寫就是以10為底 你看你也可以自己補起來 那如果你覺得 不習慣 你就自己把這個10補起來 比較好去 比較好去畫 好 那接下來我們往下看 範例是我覺得還是很漂亮 所以再講一次 那我就取其中一個講究 像這裡 他說 設A等於LOG11 B等於LOG7 要問1000的A次 跟10的A加2B是多少 那很明顯的 你這裡 A B明顯並不是一個整數 對不對 這個A 這個B 算不出一個整數 10的次方之A 10的次方之B 這個 算不出一個整數 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提議 這裡告訴我們的是 以10為底 10的A次方是11 同樣到底 勾回來 10的B次方是7 AB明顯是一個無理數 不可能是整數 那既然是如此 我們如果要去看1000的A次方 他也沒問你A是幾 所以像第一小題 或第二小題 重點是把這個形式 可以湊成10為底的A次方 或10為底的B次方 那我做第二小題 這時候 10的A加2B 相加就可以猜成兩個數字相乘 也就是10的A次 再乘上10的B次的平方 也是2B嘛 這時候 10的A次方叫11 10的B次方叫7 所以只要算出11乘49就好 沒有很難對不對 沒有很難 真的就沒有很難 所以我們換 所以我們換 我們換化出兩個工具 一個是換成10為底的次方數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10 log B 這個特征 那這個特征很容易忘 所以我會多講幾次 只要求人得人 取會變成B的次方 R就變成B了 就這樣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 這一題 來 第五題 之前都有講過 但因為重要再講一次 我們這一題是利用誰 10的logB等B 這個求人得人的結果 用這個來算 那你會發現 只要10跟logB靠在一起 成為一題 是不是就可以代換 來囉 所以第一小題 有角毛就知道 10log更好2 取得這個次方以後 就會使得10變成更好2 答案就是更好2 那第二小題呢 這麼醜 這裡是log 先換成以10為底 所以原式 換成10的2次 再 1 3 再 log 125 60 那我們知道 這個成法都可以交換 所以經過交換率 寫成10 log 125 6的4 再 3分這個次方 這兩線合併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會是幾 同學 同學 求人得人 以10為底 以log為次方 一算 前面就叫做 125分之6的4 再3分 再3分這次方 我們知道 這個5的3次方是125 4的3次方是6的4 所以換完就變成 5的2次 上面就變成幾 16 16 對不起 下面寫錯 下面寫錯 25分之16 就這樣算出來 很簡單 很簡單 重點 並不是把A算出來 把B算出來 而是想辦法可以讓你去代用 那這一題就是求人得人的做法 好 那我們來看範例6 最後跟你們分享兩個實用的小工具 來 這個範例6 以至10的0.3010次方大約是2 這可以背 我建議你們這兩個真的背下來 那請問你6要怎麼去換 這6很簡單 我們知道 你要換成最後以10為底 對不對 那這時候6就要用2跟3拆解 6等於2乘以3 2 就可以寫成10的0.3010次方 再乘以10的0.4771次方 算出來的次方相加就會得到 10的0.7781次方 就這樣 很簡單吧 D小零 所以用代換 但是你要小心 在這一些代換裡面 有一些東西是不會給你的 誰 10的0次方是1 10的1次方等於10 這東西可以讓你去討論一些更多的問題 例如說第二題 5是10的幾次方 那前面給你的2又知道10 所以我們知道5啊 5啊 就是10除以2 也就是10的1次方 大約 去除上 10的0.3010 那相除等於2次方相減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寫成 10的0.699 那寫完我一起來看喔 10的0.7181 10的0.699 所以大約是0.7181 等於6 所以 10的0.699 等於5 所以大約了好不好 10的0.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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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蠻輕鬆的 好 那你們自己來稍微寫一下 10的0.719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